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千锋UI设计学院的 我道别以来吃特2019基础课程 我是本堂课程中主讲老师知识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将继续做一下DM单页的设计 那么今天要做的内容呢 是一张地产单页啊 地产单页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最终完成的效果 以及所用到的这些素材图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接下来的话呢 是一些素材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它这个小区的房子呢 是怎样的一个特点呀 整体风格其实是比较偏 欧式一点的风格 对吧 是有点偏欧式一点的风格 然后我们再去做单页的时候呢 也是要抓住这个风格啊 就是也是要做的偏欧式一点 整体风格配色也好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来完成一下制作 首先打开AI 在AI里边呢 新建一个210x285厘米的 这样的一个A4纸的一个大小 那么因为我这个是在上课 教大家做练习 所以说呢 没有去见他的出血啊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出血这事儿 如果说工作 或者说是我们要真的到 真的涉及到打印的时候呢 这个出血是一定要有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我在做之前啊 先用参考线 我可以先大致把版面进行一个分割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给它分割成两个部分 上面呢是页头的部分 下面是下面这个文案啊 文案信息的一个部分 那页头呢 大家通过之前的学习 或者说是之前练习也好啊 我们通常呢 是给到二分之一 甚至是更多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部分啊 所以说它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这个地产单页呢 是上来啊 就直接是非常直观的告诉大家啊 就是当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一张宣传单的时候 就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啊 所以说我们先直接了当啊 用一张这个小区的环境图 然后作为我们的页头的一个背景 好我可以在这里缩小 按住Shift键啊 大家去放大缩小的时候 好嵌入 那其实大家在去做的时候呢 不用说我就非要对的特别齐啊 就是跟我们的两侧也好 或者说是跟其他的部分啊 跟下侧难呢 就是呃出来一点啊 就是你看它画板外出来一点 也是没关系的 但别露那个白边 对吧 那个你打印出来的话 就是很直观啊 因为我们有一个功能是什么 还记得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去保存图片的时候 保存这个使用画板呀 对不对 所以说画板外的内容呢 它是可以去掉的啊 呃 但是如果说有些同学说我就是想这个呃 怎样 我就是想把它这一块露出来 那两边又怎么怎么办啊 那这里呢 大家其实还是要避免不要不要怎样 不要说这个呃 我们这个为了呃 把两边露出来 然后就一直卡着这个参考线 你可以向下移动呀 对吧 向下移动一点啊 参考线只是你一开始预估的一个东西嘛 你其实可以删掉它了啊 就可以删掉它 好 然后你看 放大了 看左边有白边啊 往左侧移动 好 上侧 右侧啊 右侧这里还是有点小了 好 再放大一些 OK啊 啊 还是多出来一点 是比较安全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个页头这一块的一个背景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咱们下面呢 就把这个logo啊 要先弄弄进来 好 好我们把这个这里有一张logo的图片啊 这张图片其实是一张就是一个图片素材啊 我们真正在去做这个DM单页的时候呢 会给到你的一个PNG的一个logo 或者说是一个AI这种原文件格式的一个logo啊 大家不用这样去做 我们只是先用它去占个位嵌入一下 好 我在这里呢 去零图像描摩 OK 然后扩展 好 我用磨棒啊 周围的扇一扇 OK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logo这里 那logo的话呢 首先我在右上角这里先放一个logo 按住shift键啊 去放大缩小 这个操作这个操作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这个常规的一个操作啊 就是我们在他的画面右上角或左上角啊 就是先放一个logo 然后我们下面的话呢 页头这一块啊 页头这一块 我们不打算放一些标题 因为他是一个这种小讯环境一个照片嘛 我们放标题的话呢 可能会抢了这些照片的这个视觉的一个主体的一个地位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简单的去 哎 把他的logo啊 就品牌在这里去传达一下就OK了 好 我们在上面 画一个矩形 这里的话呢 我去放一些装饰的字体也好 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logo也好啊 那我这个颜色的话 大家可以去吸一下 吸一下它这个上面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要知道后边这种背景是 这种写实的这种图片的话啊 大家前面不能说用百分百的填充 一定要去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比如说在这里给它百分之五十的一个填充 对吧 那给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填充之后 大家再在上面呢 去放logo也好 放字体也好 放一些文案 好 我们把logo复制过来 OK啊 向上去移动 放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在底下啊 我们放一些文案 在这里呢 把文案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房地产的这个文案 双击打开它 那上面的这里呢 也是我说的也不放什么标题 就用一些这种英文去装饰它就好了 你可以给它一个主英文 比如说我们这里 给它这句英文 也保不起你的这个地产版广告被这个 呃 我们的外国有人看到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呢 可以加句英文 还有的话呢 就是你的整体的一个风格呢 它是一个呃 欧式的一个风格啊 所以说用英文的话呢 也是可以凸显啊 起到一个装饰的一个作用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英文 然后我们下面的话呢 那这个就比较长了 这一块几乎是没有人啊 没怎么有人去读它的 好 我们来看 因为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面向对象 其实还是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啊 咱们这个国人嘛 对不对 好 我们Ctrl加V进行一个粘贴 把这一块字体呢 小一点 我看看六啊 六的样子 六pt啊 六pt就差不多 但是六pt的话 这里有点没有放下 那没关系 我们就先放这么多 然后英文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字体 在这里啊 我就找这种 呃 这种媒体英文的感觉啊 就是它有一些笔画 比较长 或者说有一些称 就笔画上面貌似有一些称线一样啊 就起到一个装饰的一个作用啊 好 我们把它的字体的颜色也改一下 不要用纯黑色 我们可以让它用这种灰一点的颜色 灰一点的颜色 OK 那这是我们的页头这里啊 那其实这一块它是怎样 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起到一个装饰的一个作用啊 真正的页头 它传达的一个 呃 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传达了我们一个 呃 环境的一个照片 还有就是我们的品牌 对吧 呃 这下面的话呢 才是我们真正去做文案的一个地方 啊 那我们下节课呢 给大家把下面的这个文案这里啊 要讲一下 好 那今天课程就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节课见 谢谢大家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